努力制作的精美海豹 现在只剩下小小碎片 上头原本有杨小姐亲笔画的台湾 还用中文写着台湾加油 但杨小姐拿着剩下的海豹碎片 无奈的和媒体诉说 她被另外一名大陆观众抢走海豹 中国人是有多喜欢下跪呢 过去我们常常看到 中国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 主动先下跪 然后再去争取权益 当然他们也知道怕警察来抓自己 最近我们看到巴黎奥运会期间 在中国国内的网络上 竟然又掀起了一股下跪的风潮 中国网友有些人还称之为贵族风 为什么要下跪呢 就是因为他们希望 远在法国巴黎的中国队奥运健儿 希望给他们加油打气 加油打气跟下跪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他们在家里面看着电视 看着荧幕前的中国队的队员 自己的腿软了 直接给跪了下来 祈祷神明能够帮助中国队 这种贵向在我们外人看来 真的贵向难看 非常的尴尬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就喜欢贵 很多网友也可能会觉得 中国这个贵了都贵了几千年了 到现在也没站起来 比赛开始 汉甲乐反应是0.62 排在所有当选手当中最快 汉甲乐 汉甲乐前程不错 前路是保持领先 汉甲乐的优势其实是后程 汉甲乐今天前程输得非常的不错 汉甲乐在前程保持领先 在这个时刻一定要有人站出来 汉甲乐前程第一个转身上边 汉甲乐转身之后其实领先 我们也看到很多人还引以为傲 就有网友留言说 我跪了一晚上 只要有比赛 我都会跪着看 直到比赛结束 希望我们作为中国人 能在国内出一份力 你这样就出力了吗 你这样出到了什么力呢 念力吗 有用吗 真的是 还有人说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团结一致的倔强 不论什么困难都难不倒我们 晚上让我的孩子跟着我也跪了一晚上 连作业都先放一边 因为教育孩子怎么做一个中国人 比什么都重要 身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这就是需要从小培养的 奥运会就是见证中国骄傲的最佳场合 中国队太牛了 当然中国队太牛了 这个很厉害 实力很强 这个是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的 毕竟中国的奥运体育 它跟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 国际奥林匹克为什么每四年要举办赛事呢 其实就是希望各个国家的人都能够专注到体育这一块来 就是能够增强国民的身体健康体育体能这一块 但是这个也到了中国就是批量的生产运动员 职业运动员 很多的美国篮球运动员都是业余的 他们并不是把全部的心血都是放在打篮球上面 但是我们看到中国所有的运动项目批量的都是生产线 从小开始断裂 你说他能不得金牌吗 这个势在必得的 对不对 获得一枚金牌 中国的运动员能拿到多少奖金呢 最近巴黎奥运会开幕了 英国没有给金牌获得着任何的奖励 那说回我国是在50万元人民币左右 按照惯例呢 金牌的获奖者呀 还能够从各省市得到一笔奖金 那总体算下来呢 金牌的选手呢 基本上能拿到数百万元的一个奖励了 同时工资连升四级 再加上各体育基金 以及各类广告代言的一个收入呢 那这个金额呢 能够拿到数千万元 再多的奖牌也不能代表你这个国家的综合体能 对不对 这个都是虚的 你就是为了拿奖牌而去锻炼 这个已经违背了奥林匹克的精神了 那还有一些小逢啊 身为这个下跪的这个群体啊 感到自豪 自称自己为贵族 就看他说啊 巴黎奥运全民贵族 作为贵族 我连吃饭睡觉都跪着 直到跪麻了才躺下去睡 腿虽然麻 但看到中国队赢麻了 这是值得的 身为贵族 我很骄傲 我是中国人 我很自豪 哎呦我去 这是跟疫情前呢 我还记不记得中国大妈啊 中国当时疫情很严重啊 为了驱赶这个疫情啊 很多中国各地的大妈都在神明前面开始烧香拜扶啊 这个希望那个疫情能够赶到日本去 赶到美国去赶到台湾去 赶到菲律宾去 赶到其他国家去 那就在这些中国大妈祈福疫情驱赶去其他国家 不久之后呢 我们也知道中国疫情迎来了最严重的时刻 你说有效果吗 这不就是自欺欺人吗 如同今天呢 这些贵族一样 不以为耻 还引以为傲 增加个字 增加我 增加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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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我们福疫情 增加 降了 花年 这 rooting 已经属于 自民 这emp 干疫情啊,都干干疫情,给疫情都干中,干到外回,来到美回,给疫情都干中,都干净,叫咱这儿女都得来到中国 让我想到不久前在中国也发生了一件事情,中国的航空不能起飞,所有的中国的乘客都主动的下跪了,下跪求情,希望航空公司能够让飞机能够飞得起来 这个不是有很多沟通的渠道吗?甚至你不能沟通,你可以打投诉电话,还是说中国的投诉电话都是空的,不能用的,都是摆设,那我不知道 但不论如何,你也不能用这个,这个叫尊严,你不能跪下去,中国人喜欢干事,不敢干啥事,都喜欢跪的,也不知道谁交出来的,还是共产党交的好吗? 只要有中国的地方,有台湾的地方,就会发生争执,今天我就看到巴黎奥运会场内又有小粉红在闹事,台湾人带台湾地图进来 中国人就很不爽,虽然没有带台湾国旗,看这个台湾地图,自卑的心也开始破防了,然后这个中国男生就挡在这个台湾女生面前,不让他入境 我有问题,我有跟他陈述说,我知道我们不能够带台湾国旗 上面没有台湾国旗,然后呢后面,然后后面还有是荷召一张,然后拍到一半保存出来挡手机,然后就不准拍,然后他就要我说,我们可不可以上去,去讲一下,然后我就说我想,然后他也一直在跟他的walkie-talkie,台湾对的时候就在讲,然后他好像就直接被保存了全部序 наученная 这位 Qatar 台湾 台湾 No 1 我进台湾,然后他就把我没收, Eden 一出书外面,我就把我没收,urbushu 你出乎另外有事才还你这样, deixa 可能是中国的一些小粉红 他 big 这么带 esos 注意是因为你知道,会被没收吗? 两个字是不能写出来的,这张OK哦? 没有 receivers 其他国家的人有�n 帶自己的國題進去 所以我們什麼就是要餵手餵腳 進場加油是有點很清酸的 害人家一個的感情 是不是拿著這個海報出來的時候 有被制止了 就是在場內的時候很幸運 他沒有來攔我們 然後我們喊得很高興 下來在一樓大廳那邊 就是廣場在回照的時候 因為我們就是大聲喊 Tim Taiwan Tim Taiwan 然後他有注意到 然後他就看到我們這邊有寫那個 台灣的字樣 然後他就把我沒收 然後他就說你處處外面 我才還你這樣 工作人員直接拿走 工作人員幫我們拿走 對 不過還好我們都已經拍完 那有聽說有其他人 也是有海報可以直接搶走的狀態嗎 對就是有人做那個 台灣的形狀的那個海報 然後就被那個 可能是中國的 一些小粉紅 他就把他撕破了這樣 那個蠻誇張的 是有一點surprise 對啊 因為又沒有牽涉到什麼 國籍問題 我們也沒放國籍嘛 但還好我們至少 反正我們贏了就好了 希望我們可以拿到金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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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之後還是會拿著這個進來 還是你們會再改版 我們會繼續寫台灣 我們一定會繼續寫台灣 那你寫注音是因為你知道會被沒收嗎 對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 兩個字是不能寫出來 但是我們是要 然後想要讓就是讓明洋知道 還是有台灣人在幫他加 所以我們是特意寫注音 就是台灣人 只有台灣人看的東西 對 我們通常其他朋友 有帶台灣圖案的寫著 海報啦 就是蠻大張的 然後好像是被 小粉紅還是被公園人 是擋鏡頭 是拍照的時候擋鏡頭 然後接著牆子 然後好像也有其他團的毛巾 就是被搜索 就是被沒收 然後拿不回來的情況 這樣這張ok喔 沒有通常這樣進去的時候 沒有帶出來才敢貼 看到就是全場 其他國家的人 都可以帶自己的國籍進去 然後結果我們 結果我們什麼就是要為首為獎 所以就是 進場加油就有點心酸這樣 就是會蠻心酸的 就是知道自己好像 愛人家一格子的 即便中國的小粉紅 中國的網友 包括中國官方啊 這樣的不滿意不買單 也不影響客觀事實上 台灣做一個主權國家的事實 那當然也擋不掉 來自全世界各地的國家的支持的聲音 我們就看到這一次文化奧運會的現場 台灣的場館的入場 民眾是最火爆的 那現場一共湧進了超過6000多名觀眾 導致只有台灣場館啟動了人流管制 還有許多穿著台灣國旗T-shirt 外國觀眾吸引眾人目光 他們說來到此地的目的 就是為了支持台灣的民主價值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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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那還有29日 由台灣駐法代表處做東舉辦歡迎酒會 場內除了代表隊 還湧入了滿滿的法國政要 包含巴黎副市長 法國副參議長 全部都現身挺台灣 台灣是一個民主性 對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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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中國官方的打壓等等的 我們看到中國這些行為之外 那中國也挺自卑的 就是不管是中國官方還是中國網友 就是最近我們看到台灣隊面對中國隊 互相打的時候 中國不轉播了 為什麼 因為最後台灣贏了 我們就看到巴黎奧運羽毛球男子雙打 兩岸的選手在小組賽對壘戰情激烈 最終台灣的王麒麟李洋擊敗中國的組合晉級 賽事期間連在現場的外國人都替台灣打氣 而中國央視所有體育頻道皆為轉播 小粉紅在網上哀求露營轉播連結 想看看發生了什麼 那學者稱這個可能是中國政府 怕台灣獲勝的影響到了民心 所以沒有進行轉播 那剛剛提到的這個中國男生扯掉 台灣女生的台灣地圖的這個事件 也有中國網友發表了自己看法 類似的基本都是同樣的言論 我們就看有網友說太棒了 這個粉衣小哥哥太帥了 這一撕不僅撕掉了台灣妄想成為國家的幻想 也撕掉了台獨分子醜惡的嘴臉 這女的放國內頂多垫底水平 哪來那麼囂張的底氣 也不照照鏡子看看自己幾斤八兩 長得醜八怪一樣 回台灣記得好好照照鏡子 看看自己黃皮膚黑眼睛 看看自己的中國臉尷尬嘛 不羞愧嘛 你這小粉啊要罵人要攻擊人的時候 首先要把文法要屢屢啊 你看你罵的不是罵自己嗎 先把這個人的外表攻擊一番 然後再說你回家也照照鏡子 你看看你長的是什麼臉 你是黃皮膚啊 你是黑眼睛啊 你是炎黃子孫 你長的中國人的臉啊 你是一個中國人啊 你罵來罵去不就罵自己嗎 對吧 你說人家長得醜 然後又說人家回家照照鏡子 長什麼樣 長了一個中國人臉 所以你就說自己中國人醜嗎 你找不到道理 你就從別人的長相攻擊 而且很簡單 要捋一捋 像我陳老師啊 捋下來好好的回應 比如說啊 你說他從哪來的囂張的這個底氣 哪裡來的囂張的底下 我就告訴你啊 就憑他出國不需要辦清政 就憑他不用996不用討薪 就憑他有全民健保 就憑他可以投票選擇 就憑他不用吃地溝油 變質油 裂質油 混裝油 機車 汽車 摩托車 三輪車 汽車 使用油的混裝油 就憑人家的空氣比你好 就憑人家呼吸的是 自由的 香甜的空氣 這就是人家的底氣 你們的同胞 面對欠心 拖心 去討薪 還要跪下來 這是哪來的底氣 一點底氣都沒有 直接腿就軟了 下跪了 慫了 今天影片到這邊就是 喜歡我的影片請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是陳老師 我們下期見 拜拜 外面的時候 他是管不到你 我覺得要尊重主辦單位 還有比如說奧運 你要尊重奧會的規定 這是一定要 就像說我們說 我們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參賽 這個不要去太多 不需要做過多的抱怨 因為這是一個機會 不要因為一個意識形態的想法 去扭曲選手的出路 選手需要比賽 他才能成為真正的選手 台灣在國際地位上面 還是稍微有被打壓 一定會的 所以台灣人顯得更堅韌 因為這樣所以變得更強韌 更強大 我覺得這不是壞事 在場內我覺得還是尊重 不要去做過多的抱怨 原則這樣大家都以和諧為貴